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对DISA工业软件大讲堂 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支持 我是李志华 很荣幸担任本次课程的主持人 大讲堂是由数字化工业软件联盟 倡议发起的系列直播课 我们每周都会邀请国内头部企业 行业技术专家 及业内KOL等嘉宾 以线上工艺课堂的形式 和大家进行深度交流 展示和推广优秀的国产工业软件 今天第55期直播课 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苏州同源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工程部副部长 控制系统工具箱产品负责人 鲍饼瑞老师 给大家介绍新一代科学计算与系统建模仿真平台 在观看过程中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老师课程结束后 会给大家一一解答问题 接下来就有请 鲍老师给大家带来分享 好的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苏州同源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工程部的副部长 我叫鲍饼瑞 那么今天晚上也很荣幸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同源软控新一代科学计算 与系统建模仿真平台的 这个Mworks 那么今天晚上我的这边 这个分享的是包括三个部分 那么首先是对于我们公司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 那么第二块内容的话 就是针对我们公司的这个科学计算和系统建模仿内平台 Mworks去做一个稍微展开一点的这种讲述 那么第三个环节的话 会有一定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实力演示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到底怎么去使用 那么下面的话就首先开始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介绍 那么我们苏州同源软控新基础计刑公司呢 是成立于2008年 我们的这个主营业务是面向这个装备制造业 系统级设计仿真工业软件的研发和应用 这边的话我们强调的是一个系统级的设计和仿真 那么应用的领域就是我们Mworks应用的领域 也是包括这个航空航天车辆船舶 能源教育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 那么这里面我们同源最大的一个点 应该是开发了这个国际先进 亚洲唯一的这个自主的系统集结构 模仿设计件Mworks 那么这边我们的这个圆形的这个体系框架呢 等会的话我会详细的去进行这个展开 这块我就不做这个赘述 那么就如刚才所说啊 我们公司是围绕这个复杂工程系统数字化设计验证 提供了平台研发 工程咨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以及服务的这个高科技公司 那么基于我们的货架产品 那就是我们的科学计算 和系统建模仿真验证平台 这个Mworks 以及它其中的一系列的这个套件 我们提供了有建模仿真的分析服务 那么行业应用的开发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数字栏生 以及等等相关的这个应用和服务 那么也正如刚才所说 我们核心的这个应用行业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 我们国家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工程所存在的这个行业 包括这个航天航空 能源传播工程机械和车辆 这样的一些行业 那么然后是我们公司的发展的历程 刚才也介绍到 就是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08年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是在2001年就开始关注到了 这个多年一统一建模语言 或者说叫做这个多年一统一建模技术 这个Modelica 并且开展了同步的这个技术语言 那么我们 原型产品是在06年 06年就已经有了我们自主内核的这个原型产品 那么08年成立公司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10年开始全面的去拥抱工程 那么把我们的产品在我们国家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工程当中 去进行这个打磨和锤炼 需要提到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是2018年 2018年我们完成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从单一的这个建模反正软件 我们走向了或者说转变成了一个平台 或者说软件转向了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的话是提供系统级的设计 验证以及协同的闭环 那么这个是18年 就是我们向平台化的这种转变 那么再一个时间点的话 应该是18年以后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2022年 就是我们发布了我们前端的科学计算软件 就是这个Syslab 那么这个Syslab软件的发布的标志着 我们这个Morgs是进行了一个大写的升级 那么也是相当于推出了这个科学计算 和系统建模仿真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平台 那么Syslab的话也是今天 我这次分享的一个就等会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一块是我们公司简单的一个发展历程和这个简介 那么下面一块的话是我们 就是第二块内容了 就是介绍我们的这个MOS平台了 那么在介绍MOS平台之前呢 我先引入一个问题 那么正如我们现在所面向的这个CPS时代 数字化系统设计建模仿真 那需要我们的工业软件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支撑 那么今天我这次这个分享的话 也是在试图去凌练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公司的产品的话 也在试图尝试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关于软件如何去支撑CPS系统的这个研发设计和验证 那么下面一块是我们MOS产品的这个定位 那么我们知道啊 就是现在面向这个复杂的这种工程系统 那么我们的研发流程的话 都是这样的一个双V的一个流程 我们提倡的话是把物理空间当中的这种设计验证 往虚拟空间当中去转移 那么我们MOS平台的这个定位 我们首先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开放的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平台 那么希望这个基座的平台的话去能够支撑三个回路的闭环验证 那么最终的话去实现什么呢 去实现我们对于复杂装备的这个设计和验证 那么第三个回路分别是我们在这个总体小回路之间的这种设计闭环验证 那么以及我们在经过总体之后 我们到了这个系统的这个大回路 大回路然后的话再向总体去进行大回路的闭环验证 那么乃至我们在这个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这种虚实交融的 虚实融合的这个闭环 那么完成了这三个闭环的话 理论上来说就应该能够完成我们系统的一个综合设计和验证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MOS产品的这个定位 我们下一块的话是我们的产品的整体框架 那么MOS产品的话 现在我们是整个分为四款软件 核心的是分为我们的这个四款软件 然后一个一套开放的这个API体系 就是我们MOS这个SDK 以及一系列的这个工具箱 那么我们这四款软件的话 首先的话是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系统架构设计环境 那么Sysbuild 那么这个架构设计环境能够支撑 系统的需求分析功能设计 架构定义以及行为分析 同时的话能够去兼容Sysmail的这个语义 那么我们这里面 这个架构设计环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境 设计出来的这个系统架构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转化成 我们系统 现在我们仿真环境当中 我们仿真模型这个框架 然后再基于我们这边所提供的 一系列的标准库 以及专业库 在各个环节或者说各个阶段 去完成模型的这个实力化的这个眼镜 那么在各个环节去完成 对我们设计的这个验证和这个优化 那么同时的话就是在借助我们 就是今年年初推出的这个科学计算环境 那么实际上是能够完成我们科学计算 和系统建模之间的这种深度的这个融合 那么科学计算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去完成我们一系列这种 算法的这种设计 包括这种控制算法 或者说一系列这种AI的这种算法 那么需要提出的是 我们这个科学计算环境和系统建模环境之间 我们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实现了 它底层的这个融合 包括工作空间的共享代码的互操作 那么这三款软件的话就是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近期对它进行的这种云化的处理 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的这个计算纺针的这个云平台 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Mohab 这个Mohab里面是提供了我们的模型社区 以及我们这个web的ID 就是云端的建模纺针 端运一体 那么同时的话也能够支撑 现在提的比较多的这种弹性的这种计算 那么如果说把Mohab这种公用云社区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 我们去进行私有化的部署 那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企业级的这个Syslink 能够支撑我们在企业内网 实现我们的这个设计和研发的这个协同 那么再往上的话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这四个软件 能够为我们的工业软件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底座 那么我们开放了我们这四款软件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接口API 那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SDK 那么在这个SDK的基础之上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工具箱 那么上面的话 我们提供包括有这种信号处理和通信 射频机械多体控制系统代码生成 验证和确认模型工程 那这里面的这一系列的工具箱的话 都是我们去打 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SDK 去打了一个小样 那么后续的话 也是希望有更多生态的力量介入进来 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底座平台 然后再借助我们这个SDK 去完成各个更多的这个细分领域 专业工具箱的这个研发和这个应用 那么共同打造这样的一个工业知识的这个生态 那么这个是我们Mworks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那么通过我们这几款软件的组合的话 应该理论上能完成我们各个场景的这个支撑 那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科学计算软件 SysLab 再加上我们这个系统建模仿真环境 这个SysPro 能够支撑这个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这个设计 和建模仿真 那么这两款软件的话 再加上我们前端的这个SysBuild 就是做系统架构设计这样的一款工具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去支撑 装备数字化的整个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全流程 那么再通过我们的这个Mworks这个SDK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社区 就是叫做这个Mohab 那么希望后续能够支撑 生态的建设和这个发展 那么这边是我们这个整个产品 通过这种不同形式的有机组合 我们能够去支撑的这个场景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针对我们上面提到的几块软件 分开去分别去做进一步的这个阐述 那么首先第一块 第一块的话是实际上是我们建模仿真软件 那么这个SysPro的话 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低萨大讲堂的第46期 我们公司已经介绍过 那么我今天的话是讲的这些内容 是作为我们上一次介绍的这个补充和这个增量 那么这个建模仿真软件SysPro 我们我们是基于这个多利于统一建模语言规范 这个Modernica我们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集成边境环境 那么也是我们做的年限最多的一款产品 那么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的话就是 SysPro能够支撑我们工业设计支持的 模型化表达和模块化封装 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 也是得益于这个Modernica这个语言的这个特性 我们通过SysPro可以实现我们针对物理系统 通过它的这个物理拓谱快速的去实现模型的这个集成和仿真验证 这里面需要提到的几点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SysPro这个这款软件 我们公司是经过了持续20年左右的这个研发 目前做到的是应该是亚洲唯一自主内核 那么在国际上应该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序列 那么也是作为我们国产工业软件 我们首次向欧美出口的这个高端工业软件 那么此外的话也在我们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工程当中 去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作用 包括这个长五号困难站以及展轮登月 我们在其中的话各个关键的这个环节都起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作用 那么现在的话已经被中国航天装备数字化 指定为这个系统数字化的这个支撑软件 这边是我们这个Syspro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解 简单的一个拆解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Syspro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界面 是一个可视化的这个建模环境 那么这个小事例里面呢 是我们通过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飞机系统 这个模型库去构建了一个简化的一个飞机系统 实现了飞机系统的闭环 那么通过模型的仿真能够去支撑我们后端相关可视化 这种飞机飞行的这个视景可视化的这种权限 那么这款软件我们提供的这个主要功能 刚才通过这边的这个左边的这一系列这个动图 应该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 我们提供的是提供的系统比较完备的这个建模环境 就是我们的这个前处理 那么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后处理 这两块是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 也是历经了这个打磨和锤炼 那么除此之外需要提到的是 这里面这款软件的这个内核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那么它的这个编译分析和求解能力 那么也是通过我们国家的这个重大工程 然后不断的进行这个大模 能够支持这种超大规模的这种方程 快速的进行编译和分析 以及最终实现我们模型的这个快速的这个求解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种虚拟化的环境里面 建立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模型 也能够支持模型的这个大码生成 那么去把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结果 部署到这个生产端去起到实际的这个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款软件的一个主要的功能那个阐述 刚才也提到啊就是我们是全球这个六大莫德尼卡内核之一 六大莫德尼卡内核之一 这个的话这些信息可以从这个莫德尼卡的官网目录 可以去查询的到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对于这个FMI的这个支持 现在的话也是做到了对于这个FMI的1.0标准和2.0标准全面的这个支持 那么这个的话也可以通过FMI的官网去查询 那么正如刚才所说 我们是刚才是出口到了这个欧美的这个高达官员软件 那么我们是为了这个是为英国的这个Ricardo提供了我们Morgos的这个内核的这个授权 那么这边的话是我们对于这个英国Ricardo这个授权的这个支持 我们是在这个19年左右吧 19年左右跟Ricardo进行了这种深度的这个这个合作 我们为Ricardo就是做了一款这个点火系统的这个软件 提供了我们Morgos全面的这个内核支持 那么Iglight就是Ricardo这款软件通过集成Morgos的内核 那么使它原有的这个模型编译的这个时间从几分钟降到了这个几秒钟 那么同时也能支持我们后端的就是部署到我们这个办物理测试上的 这种ETAS虚拟反装环境当中去进行这种硬件的这种在环的这个测试 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当时是一直是比较振奋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呃首次出现了首次实现了我们国产工业软件 向欧美的这种仿真强国去进行这个出口 那么同时的话也体现了这个啊高端设计工业软件 这种欧美的这种这种仿真强国对于我们国产内核的这个认同和这个支持 那么也侧面侧面的反映了我们同源目前我们内核的这个能力 那么Sys Pro就是这一块的所有的这个内容的话讲的都是我们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我们在数字化的环境当中我们所构建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这个模型 那么这边的话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呃通过我们的软件 我们去如何通过我们的这个知识模型库去构建一个呃相对完整的这个飞机系统这个模型 那这边的话呃因为视频有点长我稍微拖动一下 这边我们新建一个模型之后的话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型库通过模型库的话 我们可以把构成构成飞机系统的各个主要的这个系统 直接做直接通过这种拖拽的方式拖到我们的这个建模空间当中 然后的话再对他们去根据他们之间的这种连接关系去进行这种系统的这种交连的这种连线 去完成整个系统的这个交连那么最后实现我们系统的这个闭环 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纺针求解去实现我们系统的动态纺针 并且实现我们后边的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处理呃 这块是我们构建的整个系统的模型 那么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个是一个模块化呃封装的一个系统 那么每个子系统的话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模块 那么模块内部直系统内部也是模块化的一个一种呈现 呃我再拖到后面一点就是我们的直接通过这种纺针去驱动我们的这个后处理可视化这一块 包括飞机的这个试景实实的这个地图 也包括我们相关架仓里面的一些减涂业 去反映我们飞机当前的这个这个状态 那么全部是由我们这个法律数据去驱动的 好呃然后呃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呃代码生成工具箱 那么刚才我们建立的一系列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模型 那么刚才也提到最终都要部署到这个生产端 那么面向我们就是目前所提供的几种方式 包括基于包括基于这种科学计算语言 那么以及我们这种Modernica的这种模型 也包括一些因果的这种框图模型和专带机模型 我们现在是全面的支持了我们模型像代码的这种生成 呃包括这种面向这种快速圆形的这种代码生成 面向切尔式产品的这种C代码生成 呃面向这种印尖再还的这种代码生成 那么通过这种不同类型的这种代码生成 那么理论上能够完成我们从这个数 呃从这个数字端到这个物理端 我们进行这种全面的综合 能够去支撑我们各式各样的这种半实物 乃至全实物的这种仿真和我们产品的这个部署 呃下面一个小呃简单的一个实例啊 就是阐述我们这个代码生成功率箱 呃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 那么针对一个简单的一个电竞模型 那么我们针对我们的这个背空对象 针对这个背空对象的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知识模型库快速去构建 我们由电机以及我们的负载 所构成的这个背空对象的这个系统的模型 那么这一套模型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生成这代码 我们下载到我们这个实时的这个访轮机 那么针对我们电机相关的这个控制算法 以及控制策略 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型 直接去生成千柔设施代码 直接部署在MCU就是电子控制器当中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在这个小事例里面实现的这个控制算法的这个部署 呃可以实现在这个MCU当中 微秒级别的这个呃运行 那么通过这种电子控制器和这个呃 我们被控对象实物之间的这种联合 我们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一个硬件在还的这种这种署针 那么这也是得益于我们代码生成工具枪的这个支撑 那么下一块的话也是基于我们这个呃建模环境 以及呃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代码生成工具枪 我们去在我们公司内部去做了一个车辆系统办实物的这个署针平台 那么这整个的话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的这个思路 把我们的这个被控对象的模型加载到我们实际访论机 把实际的这个控制器加载到实际的MCU当中 去完成整个系统的闭环 同时的话也做了一相应的这个可视化的事情 去支撑我们整个系统的整个仿真系统的这个实验系统的 它整个的这个闭环 而这是代码生成工具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呃应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借助我们的这个工具 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仿真工具和我们的这个代码生成工具枪 我们前段时间的话也是支撑了国内呃一个比赛 那么就是这个爱神杯的无人车的这个大赛 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建模环境去实现我们系统模型的这个设计 控制策略的这个设计那么最终把我们的设计结果 部署到我们的无人车上那么通过无人车去寻找 进行这个避障那么最终的话去实现我们整个的这个 从这个设计到部署的一整套的一个闭环 那么刚才讲的是我们的这个C Pro 因为这一块的话上一次我们讲过所以我这一块的话就简短的去把它给 进行了一些增量的这个补充那么下面的话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呃今年年初二年初发布的这个科学计算软件 MOS点这个Syslab 那么这个是我们全新推出的一款这个科学计算环境 我们底层的这个编程语言我们是呃借助的这个高性能的科学计算语言 Julia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提供这么几块的功能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Syslab是提供了一个面向Julia的一个完备的交互式的编程环境 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优选 并且我们自主开发了大量的科学计算函数库 那么这些科学计算函数库的话能够去满足我们日常对于这种高等数学 我们数学科学呃信号相关领域的一些科学计算的这个需求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提供了这种大量的计算图形的这个可视化的这个模块 能够支撑我们日常对于我们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的这个需求 那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呃我们把这个Syslab这个环境 跟我们系统建模环境环境去进行的这个深度的融合 那么两者之间呃去进行的这种优势互比 那么从从而去支撑我们面向这个CPS系统就是信息物影融合系统 他整个的这个开发那么既然说是这个新一代的科学计算环境的话 那我们就相比于呃我们现行的这种科学计算环境要具备一定的这个优势 那么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我们在性能上是要远远优于我们这个对标软件 我们这边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呃m软件 那么也考虑就是我们这个科学计算环境 我们面向的这个领域是这个科学科学计算 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信号通信和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 我们去提供我们这个科学计算仿真的这个呃底座 那么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些对标的这个情况 是跟我们的这个进品软件去进行函数数量 当然我们这边也不是去进行这种呃机械式的这种对比 而是从功能层面功能层面去进行这种查却补论 去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个呃需求呃 然后的话我去进行相呃稍微深入一点的这个展开 那么刚才提到我们在一个交呃完备的交互式编程环境 呃呃至上啊至上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呃工具箱 那么这些工具箱的话都是通过这种函数的形式去呈现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cslab环境当中我们提供了这个基础数学工具箱 那么这个工具箱里面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基础功能函数 基础数学函数以及我们相关的符号数学的这个函数 那么通过这些函数的话基本上可以去满足我们初等数学高等数学 以及符号数学相关应用场景的这个应用 那这上面有几个简单的这个实例啊简单的实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里的代码还是比较清晰的 比如说针对这个方波信号的逼近 那么二元三c的函数以及无论不外曲面的这个构造 那么我们熟悉m语言或者说其他语言的这些同学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语法还是跟我们这个m语言或者说其他语言有相近的这个地方 但是也有差异 那么下面的这些图形的话都是这些代码运行的这个结果 那么直接同我们的图形可视化的这个工具箱去进行可视化的一个输出 那么在这个基础数学工具箱的这个功能层面呢 我们这边也举了有一些实例 比如说我们去能够去支撑支撑的这样一些场景啊 我们支持连续时间的这个复制数函数的这个运算 现行回归误差估计那么三角学以及这种参数方程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我们这种一维的数据差值 以及二维的数据差值 那么来自我们的这种微分方程这种高效的这个求解 那么还有我们在工程当中常用的这种基础数据的这种曲线和曲面的这个理合 那么这一块的话是介绍的我们这个基础数据工具箱的这个功能层面 那么刚才提到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是在性能上要具备比较大的这种优势 那我们也找了几种典型的这个场景啊 这里面包括这种大规模现行方程组的求解 非现行微分方程组的求解以及大规模符号矩阵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通过写了这样的一些脚本 那么是把我们的同样的一段代码去运行说干次 取其中的这种耗时的这个均值和我们对标软件去进行比对 那么这几类场景的话分别我们还是具备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优势 那么尤其是在这种非线型微分方程组这个求解这一块 那么效率的提升的话是比较比较大的 那当然的话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一系列的这个工具箱过程当中啊 我们也会关注我们开发函数的这个性能开发函数的这个性能 就是除了功能层面我们也会做性能层面的这种比对和这个优化 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性能那个输出 那么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有我们在这个这个材料里面 我们呈现的这个图形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图形工具箱去进行绘制的 那目前的这个图形工具箱的话是类置在我们这个CCLAB环境当中 目前的话我们提供有三类三十六种 大概呃目前合计的话有171个常用的汇图函数 那么这171个常用的汇图函数的话应该能满足我们日常 对于数据分析处理和可视化的这个需求 当然这个工具箱的话呃图形工具箱还在不断的进化当中 那么今年年底的话应该会有超过200个左右的这个汇图函数 会呃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布 那么这个是图形工具箱因为到处都有图形的展示 这一块的话我没有就没有做这个深入的这个介绍 那么下面是一些我们就是刚才是一些基础环节和基础数据工具箱 那么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工具箱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信号处理和通信领域 我们打造了这个工具箱 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目前能够支撑我们信号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信号处理 流信号的处理就是这个DSP 那么以及我们这个通信相关的一些函数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函数量大概是提供了有这么多 那么这么多函数的话 目前也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信号和通信领域的这个需求 那么说到这个呃信号处理和通信就不得不提这个呃复利液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也是支持了复利液变换的这个算法 那这里面也是这边两个小的这个事例啊 是我们通过呃我们的软件以及我们呃内置的一些函数 我们做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呃复利液的极数去逼近一个方波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复利液的这个极数去逼近一个呃连续的图形 你逼近一个连续的图形 那么理论上来说的话是可以做到对于任意的图形 我们都可以通过复利液极数去做无穷的这种逼近 那么这也是复利液的这种核心的这个思想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通信工具箱的一些呃具体的一些功能 刚才是一些我们有意思的一些功能 现在这些具体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工业场景 我们需要去做滤波器的这个设计 那么这边我举了一个试图的话就是针对这个FIR FIR这种等波纹的这个低通滤波器的这个设计 那么相关的这个指标包括他的这种通带波纹 那么阻带频率阻带的这个衰减 那么我们提供有两种方式 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直接调用我们通信工具箱的函数 就可以完成我们六波器的这个设计 把我们的指标写到我们对应的函数里面去 然后直接获取六波器的系数 那么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更为简便的这种方式的话就是 我们除了提供这种函数集之外 我们针对工具箱我们也提供必要的一些APP 去方便我们去进行图式化的这种设计 那这里面 当中就是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六波器设计的这个APP当中 我们直接通过这种图形化的方式去输入我们的指标 那么完成 那么输入这些指标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界面 自动去调用我们六波器的这个设计函数 去生成我们对应我们设计的这个结果 那么当生成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从各个侧面去反映我们六波器设计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这边是看我们设计结果的这种冲击响应 那么它的这种频率的这个分析 以及频率里面我们指在相位的 而就是指在这个扶植的 它的这个六波器的一个分析 我们看它的这个等过纹是否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那么设计的结果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拿到我们CCLAB环境当中去进行验证 比如说我们针对我们所设计的这个低通六波器 我们去验证我们这个效果 那么蓝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曲线 是我们原始的这个信号 那么经过六波器以后 那么之后所呈现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红色这边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个是在实域上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频率上去展示我们六波的这个结果 那么原始频率的话从从零分布到五千 那么我们的这个频率验证的话是在这个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一千以后 是把我们这个高频的这个噪声全部进行了这个滤除 也是满足了我们绿波器的这个设计的设计的一个要求 然后通过这个最基本的绿波器的设计的话 那么后面的话就可以开展我们一系列场景的这个应用 那比如说我们下面一个实例的话是对于我们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 对于我们目标信号我们从环境当中去进行这个识别 简出和这个提取 那么通过我们这种呃 简化的这种方式 我们通过一系列简短的代码 就可以实现我们对于这个场景的这个分析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刚才也提到我们对于通信这块的这个知识 那么这边那个实例的话 就是通过这种脚本的方式去实现我们这个呃 这个信号处理工具箱是类置在我们这个Cslab当中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下载直接去啊 使用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信号处理工具箱 那么下面一个工具箱的话 是我们目前还在啊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 那么应该是在我们就是今年的年底 会发布这个1.0的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是控制系统工具箱 那么控制系统工具箱的话 我们主要是处理什么呢 主要处理两点 以传定函数为主要特征的这个经典控制问题 那么以及以状态空间为主要特征的这个 现代控制问题 那么这一套工具箱的话 主要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这个LTI系统 就是线性十分变系统 那么对于这套系统 我们可以提供针对背空对象的这种建模分析设计 我们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呃相对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这边是我们控制工具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那么输入层的话 我们我们的这个输入我们的设计输入 可以是一般形式的这个数学模型 就是通过Cslab当中 我们通过脚本环境直接去创建 在那些背空对象 我们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建模环境当中 我们所构建的一系列的这个物理模型 那么基于这些输入的话 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模型的创建 系统的分析 那么系统的这个响应分析 包括这种时域和频率 那么再者的话 可以通过这种经典控制方法和现代控制方法 对我们的系统去进行控制率的这种设计 和校正以及这个验证 那么就是我们的系统的这个综合 那么除了跟刚才这个信号工具箱一样 那除了提供这种脚本的这种操作的话 那么我们也提供上纸那一系列的这个APP 包括一些系统的这个分析 便利整定 控制系统设计 线性化和估算的APP 那么也是通过这种图示化的方式 去支撑 去支撑我们基于经典和基于现代方法的 这种控制系统的这个设计 那么整个完整的这个版本的话 就是1.0版本 应该是在我们今年的年底会发布 那么下面的话有一些圆形的一些示意 比如说我们针对就是基于模型 我们基于一套这个摩登卡模型 我们去开展控制系统的分析 那么我们看系统的这种阶位响应 那么再看除了阶位响应之外的话 我们关注到我们控制系统设计过程当中 一系列的这种时评域的这种响应分析 包括临机点的这种图 系统的波特图 莱惠斯特图 宁克尔斯图等等 那么这些图示化的这种方式 是能够支撑我们对于系统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么这是对于线性系统 那么如果说对于非线性系统呢 那么尤其是对于那些强非线性系统的话 现在我们是提供这种频率估算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工程箱的话 目前是已经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 发布了一个可用的一个版本 是集成在我们这个Sys Pro之上 那么我们可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这个 Modelica模型去开展频率特性的这个估算 那么这在工程领域的话也非常有用 一方面是控制系统设计 另一方面的话在机械振动领域的话 我们可以去分析系统的这种振动 和它的这个固有频率的这个分布 那么这一套的话是我们基于模型的控制系统设计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针对基于模型的这个控制系统设计 我们也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方法 那么通过这种图式化的方式去设计我们系统的这个控制率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我们通过这种脚本的脚本的方式 我们创建了一个被控对象 当然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也可以说是直接基于我们这个物理模型 我们开展控制系统的这个设计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在控制系统的这个设计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在控制系统的这个设计当中 我们可以去分析我们这个被控对象 当前的这个食品域的这个响应和它的这个性能 那么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期望的这个指标 我们把它设进去之后的话直接会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跟轨迹 或者说波乐图上去把我们的这个设计域 把我们的设计域体现出来 那么同时的话也给出我们的一些设计的这个选项 能够去支撑我们这些开展这种图形化的这个设计 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基于我们设计的这个结果去查看 我们控制系统的这个指标是否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 那么如果满足的话进一步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设计结果 去进行这个导出和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应用 那么这一系列这个功能的话也会在我们1.0版本 会发布一个初步的一个版本 那么下面是一些就是针对我们控制功力箱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应用啊 这边举了一个小的一个示例是一个平衡球的一个系统 我们知道平衡球的话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板球系统 是目前这个控制理论当中我们去研究控制算法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平台 那么首先平衡球系统啊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系统 呃典型的哪呢它是一个多边量仅有的强费性 而且是一个欠驱动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平台的话去设计我们的这个控制算法 那么控制算法的好坏的话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指标去体现 那么就是小球能否跟踪我们给定它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曲线 如果说跟踪的比较好的话呢 表示我们这个控制系统就是我们的控制率的这个设计结果 应该是比较呃能够满足要求或者说是比较好的 那这里面的核心的话就是在于我们对于控制系统这个设计和验证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控制系统设计 我们基于我们的控制工具箱以及我们的这个MOS现在怎么开展 这边是分为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建模环境当中 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纽维统一建模C++环境当中 我们去针对我们被控对象的这一套模型 我们就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平纹球的这个机构 以及上面的这个小球他们之间的这个接触 我们可以去快速的去构建它这一套被控对象的这个模型 然后借助我们控制系统工具箱提供的这个线性化的功能 对我们这一整套模型去进行线性化处理 线性化处理的处理过之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把它导入到我们这个CCLAB环境当中 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通过这种脚本的方式 去调用我们控制工具箱的这个设计函数 去完成我们系统控制率的这个设计 那这里面我们用的是一个典型的LQR的这个控制器 我们设计完了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通过这种初步的验证 验证完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我们这个设计结果导出控制率 导出控制率导出到哪里去 就是把我们所设计的这个控制率导出到我们的建模环境当中 然后的话把导出的控制率和我们背后对象的模型 去进行这种联合或者说是融合 去完成我们整个控制系统设计的这个闭环 那么基于这样的闭环的模型 我们就可以开展法轮验证去验证我们控制系统 它的这个性能或者说功能是否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那么也可以进一步的去验证我们所设计控制率的这个好坏 那么这一套 这套工作我们都还是在这个数字化的环境当中去开展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也也试图去把我们的这一套东西 就是跟实物去结合起来 我们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实验 那么想去体现这个虚实闭环 以虚控时这样的一些概念 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控制算法设计 我们是在SysLab环境当中完成的 那么设计完了这个控制算法 我们把它导出到我们的这个SysPro建模环境当中 建模环境当中 然后的话再跟我们的这个平衡球实物 就是用我们这个SysPro 这个在PC上运行的SysPro 和我们的平衡球实物之间 我们去形成闭环 那么SysPro里面包括了一个控制率的这个算法模型 平衡球的这个实物 那是包括了一系列的这个 实际的这个平衡球的一个系统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个这个 这个事例啊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这个架构 我们买了一套平衡球的实物 把其中的硬件的控制器 硬件的控制器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给拿掉了 拿掉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只是通过这种树莓派 以及摄像机 把小球的这个位置 以及我们这个平衡球这个机构的这些这个角度 那么采集回来反馈到我们的这个SysPro环境当中 那么通过SysPro里面的控制算法 去对我们这个实物去进行这个实时的这个这个控制 那么最终的这个控制效果的话 目前来看应该也还可以 那么主要的话的瓶颈是在于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PC系统的本身是一个非实时的 那么想做的好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控制算法这个代码 我们去呃生成实时代码 我这个实时机 或者说就是这个芯片当中去下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所体现的这个效果 控制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这个是我们控制系统工具箱 呃能够支撑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呃场景 那么下一个工具箱的话 是我们也是今年年底要发布的这个数据科学工具箱 也是1.0的这个版本 那这个是我们在呃智能机床上面的一个应用 我们知道这个智能机床在加工工件的过程当中 必然会产生这种轮廓故差 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机床的这个机理模式 呃根据他描述这个机床运动的这个机理 我们可以去构建机床的这个机理模型 但是这个机理模型一直会存在比较大的这种偏差 那就是因为这个机床在实际的加工过程当中 它是存在一些我们不太好去描述的一些呃过程 或者说的行为 那么针对这些行为的话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做了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把这些数据融合到机理模型当中 把数据融合到机理模型当中 然后放到这个我们呃 cslab环境当中去进行数据的这个训练 去训练出通过我们数据训练出来个带领模型啊 再把这一套基于数据所训练出来这个带领模型 和我们的这个机理模型之间去进行融合 融合完了之后的话 能够去在我们的这个机床加工过程当中 去对我们这个误差去进行实时的预测 那么有了误差预测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规避这些误差 那么我们把这套呃 我们做的这个带领模型 我们通过这种数据科学工具箱 学习所生成的这个带领模型 我们把它下载到机器当中 下载到机器的这个控制算法当中 那么就是这个接代码 接代码我们去完成这个预测 完成预测 那么我们预测的这个轮廓误差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通过机床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决策和执行 那么就能在我们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 有效的去降低我们加工过程当中的这个轮廓误差 相当于是对轮廓误差的一种补偿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数据科学工具箱的一些应用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数据科学工具箱应用的场景还比较多 包括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这个机翼学习 强化学习和这个深度学习 那么这些都包括我们数据工具 包括在我们的数据工具箱当中 下面一个介绍的就是说 刚才一直在提这个CPS系统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融合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提供的这种融合方式 就是刚才提到通过这种数据的融合和接口的融合 那么数据的融合的话 就是它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我们做起来也并不简单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科学计算环境和系统建盟仿证环境 我们这个工作空间我们是打通了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仿证模型 可以从我们的CSLAB环境当中直接去调用变量 那么CSLAB也可以直接去调用我们这个模型 模型空间当中的一些变量去开展相关的这个数据分析 那么这边不是我们介绍的这个重点 我们介绍的重点是在于这一块这个接口融合 那么CSLAB方形 这个熟悉SIMLINK的同学应该都比较清楚 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SIMLINK模型当中 我们去写一个Metalab方形 去完成相关算法的这个设计 那么这边我基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实例 就是在我们的建模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去加载一个CSLAB方形 那么我们编辑小本函数以后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跳转到我们CSLAB这一块 那么通过我们函数的这种编写 这里面我们是编写了一个比较经典意义上的 这个卡曼的这个滤波 那么当我们编写完这个函数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模型会直接识别 我们函数的这个输入输出的这个接口 那么也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了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CSLAB方形 和我们的仿真模型之间去进行交练 交练完可以直接去参与到系统的模型的这个仿真过程当中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 在CSLAB环境当中直接去调用我们这个仿真模型 去把我们仿真模型的这个仿真的这个结果 拿到CSLAB环境当中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和这个呈现 这是我们CSLAB方形所具备的这个功能 那么第二种场景的话就是我们这个CSPRO的这个API 那么相当于是我们CSPRO 为我们这个CSLAB提供了可调用的这个API 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有条件在我们这个脚本环境当中 或者说科学计算环境当中去编写一系列的脚本去执行什么呢 执行我们这种批量的这种运算 包括这种拉偏打把以及我们相关所开展的一些实验的这个设计 那么希望通过这些简单的这种方式去完成我们科学计算和系统建模环境之间的这个深度的融合 我们当然对于顶层更深层次的融合 我们目前也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那么然后下面一块刚才是介绍的我们CSLAB这一块 我们下面一块的话是我们这个Mohab 那么这个Mohab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在已经是小范围的已经这个发布了 这个我们对于Mohab的定义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新一代的工业知识互联平台 那么底层的话也是完全就是基于我们完全自主的编译和求解的这个内核 目标的话我们是打造工业知识和模型的这个共享的这个生态 那么这边的话有一个也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小视频啊 那么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Mohab是一个网络端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模型社区当中去呃共享和发布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模型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提供也提供什么也提供一个web IDE 那么这个web IDE的话就能够支撑我们在线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构建和云端的这个仿真 比如说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呃在我们在线环境当中我们去构建的一个模型 那么直接通过这种云化的呃呃云化这个服务器 那么实现我们这个云端的仿真以及结果后处理的这个呃呃呈现 实现了呃呃也可以去实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端云一体和这个弹性计算 那这个是我们mohab这一块所提供的几几个主要的这个功能 那么其中我们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mohab 希望我们的一个亮点是那个模型的这个这个社区 模型的社区我们在里面会收集大量的这种高纸量的这个呃模型库 我们希望去汇聚我们采用这个modelica以及cslab的这种开发者 在上面去进行这个呃贡献共享以及资源的这种相互的这个呃呃借用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提升我们这个呃啊 阿斯开发阿斯开发和这个学习工作的这个效果 嗯这是我们模型社区这一块所提供的一些这个功能 那么呃下面一块就是我对于我们这边就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内容 cslab这一块一个简呃呃我会演示几个小的这个事例 因为刚才大家都是在PPT上看到的 那么不知道我们cslab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这个cslab的这个呃窗口了 这个这个界面了 那么这边我们有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工具的这个这个菜单 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一个ide 那么左侧的话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文连夹 那么右侧是我们当前工作区的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啊 比如说我们在在这个呃这个IP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输入其返回 比如说我去定义一个定一个矩阵 呃比如说我定一个模仿矩阵吧 定一个时间的模仿矩阵 我们定一个模仿矩阵 然后对于这个模仿矩阵的话 我们可以去对他进行呃各式各样的这种矩阵处理 呃这边我呃呃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对他去进行这种呃旗帜的这个分解 usv等于svd我们对于矩阵刚才所定义的这个矩阵 我们去进行这个旗帜分解的话 那么直接会返回我们这个usv的这个矩阵 那么也可以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分解的这个结果 我们去进行这个验算进行验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旗帜的这个分解的话 我们去先进行验算 我们在定义一个矩阵的一个b 他是等于u乘以我们的这个旗帜所构成的一个对角阵 dike dike s 乘以一个v的转质 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验算一下我们这个对角阵 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矩阵之间的这个差异 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这个a减去b 他们这个量级 因为这个这种分解的话 必然会存在一些误差 那么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所定义的这个矩阵 a和矩阵b之间 那么他的误差的话 基本上是十的负十次方以上是很小 那么基本上是验算了我们的这个svd算法 他的这个有效性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处理的话 通过这样刚才的这个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他跟我们的这个mata 应该是比较类似 四十万的话我们不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去撰写脚本的方式 那么这边的话也可以支持 像我们这边 比如说我们这边所写好的一些脚本 写好的脚本 比如说第一个脚本的话是对于我们这个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的话 我们有一些这种采样点 我们对于这些采样点 我们去进行各式各样的这种差的算法 去进行这种差值 不管是内差还是外差 那我们也很简便 我们直接去运行 运行这样的一个脚本 那么直接可以得到我们差值的这个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呈现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图形工具箱所提供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差值 包括有这种三维的这种差值 那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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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的话 就是我刚才的材料当中所展示的 我们对于这种三维的这种数据 这种二元的这种函数 这个数据 我们去进行差值的一些这个结果的一些一些呈现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方波信号的逼近 方波信号的逼近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通过简单的几个波的一个叠加 我们去逼近一个方波 当然的话我们可以把系数改大 现在是通过几个波的话 应该是很难逼近的方波 比如说我们改成50 改成50 我们再次运行一下我们这个脚本 那通过这个50个方波 那么对于我们方波信号的逼近的话 那么逐渐的话就可以去逐步的去逼近我们这样的方波 当然的话我们在各个脚上面会产生一些这样的一些这种正名的这种效应 那么这这这也是一些这种物理上是可以解释的 呃刚才提到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系统仿真环境之间的这种融合 那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建模环境当中啊 建模环境当中我们我们去建立一个一维的一个道理板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在无重力的状态下我们去关注系统的一个输出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在我们的建模环境当中可以通过这种可视化的这种通载的方式 直接去构建一个一维的一个一个道理板 那么通过这种仿真可以直接查看通直接通过动画也可以查看我们的这个这个版 在这个无重力状态下它的一个响应情况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基于这样的一套模型 基于这样的一套模型 我们通过我们的控制工程箱直接去对它进行线性化处理 那么线性化处理过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呃 cslab的环境当中 cslab环境当中因为我们这个控制工程箱还没有发布啊 就是所以我们这边直接把它的这个结果拿到了放在这个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线性化的这个结果 那么通过这个这个呃线性化的这个结果 我们直接去开展我们控制率的这个这个设计 那么调用了我们控制工程箱内部的这个这些函数 那么这里面我们是通过一个呃集点配置法 集点配置法去设计的我们一个状态反馈的这个控制率 那么可以直接运行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这个脚本 那么去关注我们设计的这个结果 那么根据刚才的这个bcon对象我们所设计的就是呃 结果它的这个响应包括它的这个转角的这个响应以及角速度 以及我们物移和速度这个曲线 那么在这在这个syspro环境当中看来的话 应该是满足了我们的这个这个要求 那么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结果 那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系列的这个K值 这一系列的这个K值我们设计的这个这个结果 这一系列的K值 这一系列的K值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syspro 这个syspro环境当中我们直接去引用 直接去引用去形成我们这个状态反馈的这个控制率 那么这里面引用的就是我们工作空间当中 我们一系列的这个K值 那么通过这种状态的这种反馈 去形成了我们状态反馈的这个控制率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给它设定我们对应的这个位置 去关注我们的这个道理板控制这个效果究竟是怎么样 而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开展我们的这个动态的这个仿真 去关注关注到我们系统的这个动态的一个输出 那这边的话我把我的这个界面平铺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仿真的这个这个结果 我把它速度加快一点 那么去关注我们系统 我们通过这种状态反馈的这种方式 所设计的这个控制率能否让我们的这个 道理板在我们指定的位置去保持它的这个平衡 那么这边我再播放一下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我们指定的各个位置 我们的道理板的话都是一个数值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相比于刚才的这种开环状态的话 它的这个控制性能和效果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控制算法和我们的这个就是设计环境啊 之间的这个融合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下面呃就是看大家就是呃就是一个打一环节吧 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我这边呃探讨的 呃好的 非常感谢鲍老师的精彩分享 呃如果正在观看的朋友有任何问题 欢迎呃留言提问 在这个we meeting 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直接开卖进行交流 那这边的话也是收集了这个两个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问的是这个julia 融合modelica的技术是基于omjulia那个思路吗 或者julia写的modelica的编译器 然后第二个问题问的就是这个mahap的计算节点 现在弹性的吗 会根据模型的规模再分辨不同的算力 啊是这边这边的两个问题 嗯好的 然后针对这个第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用的不是omjulia那个那个思路 因为这里面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正在开发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点 我这边不方便透露太多 不方便透露太多 然后我们这边用的这种方法的话 也不是说用julia去写的这个modelica的这个呃编译器 因为我们这个modelica的编译器的话 是我们做了大概有20多年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底层更深层次的这个融合的这个技术 那么呃这个我这边不方便透露太多 那么针对这个第二个问题的话 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模型的这个规模去分配不同的这个算力 目前是是弹性的 那好的 非常感谢包老师 呃我我补充一下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syslab 因为又是我们这个2022年发布的 那么就是就是对我今天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这个呃同学 可以直接就是进我们公司的官网 就是百度里面搜同流软控 进我们的官网 进我们官网的话 可以在这个下载的这个页面里面直接去下载 我们目前的话是提供就是针对syslab这一块 我们是提供两个版本 一个是我们这个基础版 基础版是基础版是免费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提供这个商业版 那么目前的话基础版的话 应该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科研和工作大部分的这个这个需求 再次感谢这个报老师的精彩分享 今天的话从评论区也可以看出今天的分享 而激发了很多同学的一些思考 希望相信大家都都非常有收获 我们每周呢都会邀请重磅嘉宾来给大家分享行业知识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书的话公演软件联盟 了解最新的直播讯息 如果您期待我们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或者有什么问题需要交流的 欢迎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同时呢我们的bilibili账号也会持续的更新这个视频的内容 对今天这个苏州同源的报老师的直播内容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苏州同源的官网去进行相关的业内容的业学习 同时也给长期支持和关注联盟发展的各界朋友 介绍一下联盟近期正在开展的一个活动 目前联盟联合IDC国际电子工业连接协会 发布了IDC DAC2552通用电子元器件MVD的国际标准 旨在采用基于模型的定义 高效高质量的板级装帘说得话设计 支撑电子装帘虚拟化制造 此能PCBA从需求到产品的全流程说得话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购买 联盟会员可以享受五折优惠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的56期直播课是由 红之威科技上海股份员公司工葵老师 带来的多尺度材料设计与仿真平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